各位賓民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知道我在甚麼地方 其實這是雙環地鐵站 現在才知道原來是1986年全港島線通車 也看到剛才寫著 我現在去 A2 出口 永樂街 今天想去甚麼地方 其實都可以叫做一個隱世的地方 A2 總之就是永樂街 就坐扶手電梯上去 然後又轉 那條街應該叫做文涵東街 其實我之前都未去過這間錶行 只知道原來那時也有Yama的手錶賣 那時好像香港只有她 這次終於有機會來到 還參加過錶迷聚會 事不宜遲 馬上進去 I'm French I've been in Hong Kong for 20 years now I'm a clockmaker I'm a clockmaker I was real clock in France I arrived here in 2004 actually in two weeks It's gonna be exactly 20 years I was a rugby player at the time I represent Hong Kong for 20 for 18 ti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 found a job at Warlex 20 years ago I began my career as a watchmaker And slowly step by step I climbing all the steps of the ladder to finish And to end up being the head of service In Jardin South I'm sure you all know the service center in Subsela Right I was the Morailauban In Subsela Until last year And last year we open Amplitude So welcome to Amplitude It's a pleasure to have you all of you here To introduce what we are doing But also talking about watches And that's what we want to do I will show you a little bit of a selection of Zeno And winding watch automatic watch later This is the first space Second space that you see behind It's the workshop or l'atelier As you said Where we do services Services is all our business We do service in all watches And then upstairs And here the third space We have a classroom Where we are giving master classes We are giving one-on-one We are giving big group classes On watches Mechanical watches and watchmaking What I realized In 20 years of business in Hong Kong And in Shanghai Sorry I forgot to say That I was also five years in Shanghai This is the three space of Amplitude So now we are in today In the retail space The goal of today Is to also talk about new All stock watches 老闆的經歷 是否真的非常之威衰 真是看到Yamma的手錶 之前都說過 他都有賣這個牌子 亦都看到今天的主角 就是Zeno Watch Barcelona 這隻手錶12時位置 寫著Record 因為他用古董機芯 你看多漂亮 古董手上鏈機芯 真是零射不同 還有這隻8日鏈的機芯 寫著6時位置 8日 小秒針設計 還有雙法調股 還有八日鏈 非常之經典的設計 還有就是很有用 長動力 我都很喜歡長動力的手錶 亦都有更多的飛行元手錶 還有左右錶觀都有 總之一定有一款適合你 我都很喜歡他錶學的設計 再加上Cornage Bezel 即是立刻令我想起 當時Eterna和浪琴 替捷克空軍推出手錶的造型 還有Jumping Hour這個版本 也有1960多年的設計 當時真的一段時間 我記得是很流行這種Jumping Hour的設計 還有就是這隻Zeno Compressor 七幾年的產物 它用我介紹過的A-Shield古董機身 造型當然一看 就令你想起七幾年的經典設計 亦都有 這個不是Zeno 這個是Aristo 德國牌子 貴族手錶 我都記得介紹 譬如這隻 是用古董的Record機身 後來不是說浪琴收購了這間公司 造型都經典內看 這隻又回到Zeno Watch Basel 我喜歡這隻的緣故 是因為二時位置有一個Pusher 原來它是單按鈕計時 所以你看到四時位置 是沒有另一個Pusher 所以這隻正不正 我真的很喜歡 再按多一下 歸零 好 OK 你可以這樣放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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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因為 你放在桌上 你怎麼寫得到 好 所以你會這樣放置 所以你能夠寫得到 所以你能夠寫得到 你知道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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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可以 好 但似乎它被售出了55k 我估计是135k 那是什么 你能看到在下方的地方 这是我们名为链桶 链桶桶桶 十八年的船 如果您看到这个 这一样,当船移动在平常的移动 为了保持移动的移动,它是在线上 因此你看到移动 那么怎么办? 你走到船上,你住在 Londondon 你设定了你的马iconometer 在时期间你住在哪里 然后你旅行,旅行,旅行 时间仍然是同样的。所以时间仍然是同时依旧领域的距离。 然后跟鱼翅上你能够确定的位置。 然后在沙阿英的英国应该是有的最好的一位移载。 不因为他们有最好的船。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最好的船, 在大量的重量,非常精彩的摩托 很简单的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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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摩托 很简单的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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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 然后我们的翻译 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的摩托 很简单 很简单的摩托 但不简单的摩托 我会说 那个摩托 会比较更简单的摩托 比较英文 很简单的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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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3世代 所以我们有记录 的沙托 1288 但是它不是很简单 因为它没有逃避 所以之前 那么 那些人 会解决 时间 在天 对 因为你必须 如果你是 富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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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百分之百 美 富翰 富翰 这些 你必须要把你的時間割到一些寂寞的時間 所以在中国,在6世纪,他们用了银子银子 这就是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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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银子银子在上面 前往后到10公园,你会把银子与银子 你要把银子银子散开 同時,你開始燒焦了 當燒焦會燒焦, roads泣 companies會崩潑 然後你知你時間終了 這裡我們有一個燒烈 它在自己轉動 所以你會使用燒烈 然後你拉動了 unbelievably發動 如果是动作在一样的移动 而在闪 你会看到 这是我的锅里面最好 我们有的锅里面 从1919年 再长得以前的我母亲 所以您有 长时间 二十分 第二天 年 每天的日子和月子 每月都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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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说 比较多的 每个人的QP或是 很简单 他们用的 如果人们知道 它的颜色 颜色颜色 它们知道 它的颜色 只有四个轴 有些什么样的 有些什么 它们没有造成 很简单,非常简单 但是它没有效果 然后我会继续 我相信它应该在每个屋 每个地方在世界上 它是一旦 Atmos 一旦 Atmos 它是一旦 你不需要保持 你不需要继续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在1930 它被建立了 它是一种水 它会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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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它会均匀 每次它排骨 它是一旦 它拉起了一线 它转移动 它是20温暖 现在让我停止了 它会来到24温暖 它会继续 它会均匀 所以你放在线上 你不需要照顾它 我给你展示 我展示你 什么我们做在 Amplitude 因为它也有点点 不是的项目 今天是可以分享 大家知道 什么我们做在 Amplitude 谁我们 是的 什么是我们的目标 什么是我们的目标 这个商店 这个店 请跟着我 我们有两个包包 因为你需要太多的力量 8天 这个是10天 8天 8天 所以整个星期加1天 这是一个评计 哇 所以 做维修的时候 都会把影像放得很大 看清楚 这个标有什么问题 什么瑕疵 都可以处理到 而且这个标的机身 我真的很喜欢 8天 我说了 现在老板 叫我们上去上面那层 因为上面是教学用途 所以本身经过这个店的门口 觉得不是很大 原来是这么大的 即是店 之后 还有维修中心 上去 还有货室 非常之大的地方 都挺阔落的 看起来 谢谢大家 非常之后 感谢您的时间 谢谢您的注意 您知道哪里去找到 如果您需要服务 我想你明白 真的很開心 今次有機會來參加這個聚會 可以看到這麼多用古董機芯的Zenowatch Basel 和Aristo的手錶 還要最好聽到法籍老闆的講解 大家都知道他很猛料 他說他曾經是Rollex做過 而且是14樓的負責人 你說厲害嗎?當然不止Rollex 還有其他牌子他都做過 所以非常有經驗 大家如果有錶維修 真的可以找他 他都看到他很有經驗 而且他的儀器也是最先進的 當然他亦說自己有教班 例如這個課室 如果大家想做team building活動 或是自己想學一下整錶 都可以找他 他有一班教 或是單對單也可以 當然不少他還有手錶 中邁還有整個博物館 大家真的有時間可以來看一看 真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找他教大家的錶迷 整一下錶 有也不錯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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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